我们从哪道菜开始说起来 我想第一道菜 我们说一说松鼠桂鱼 这道菜的味道 我想大家可能比较熟悉 一条活的桂鱼 在中国厨师的刀下 去骨 改刀 下锅油炸 等到鱼的表皮已经焦脆 趁热装盘 再淋上糖醋汁 这是一条活灵活线的 看上去像一条跳跃的松鼠的尾巴 这道菜不太经常出现在中国人自己的宴席上 但是呢 一般的请外国人就会有这道菜 因为他们认为酸甜的口味 和西方中菜里的左宗堂鸡比较类似 所以请外国人吃饭 中国的主人总会优先的把它裂到了菜单上 此外还有一个原因 是因为桂鱼肉多刺少 加上已经去了谷 这也符合外国人吃鱼的习惯 我必须说 这样吃鱼并不是中国人最早吃鱼的样子 中国人吃鱼呢 大概有几千年的历史了 最早的中国人吃鱼是什么样子呢 他们把鱼的形象画在了最早出土的民居里面的桃盆上面 就有鱼的样子 有文字记载之后 我们知道中国的古人怎么吃鱼 他们把鱼肉切成特别细的丝 认为这是食物里面最美好的东西 他们取了一个词 叫快 就是切细的鱼丝或者是肉丝 有一句古代中国形容食物特别美好的中国话 叫快炙人口 那么它的意思是说 烤的东西和切碎的鱼丝是最美好的 入口是最美好的 那么为了保持鱼肉的鲜嫩 上古的中国人习惯不加烹饪 就在生的鱼肉上面 纸条油盐 直接入口 绵柔清甜 满口一香 在今天 如果你去中国的话 在潮汕 在顺德 在广西的横县 你都能吃到一种美味的食物 叫鱼生 今天 他们还会把江河里的鱼 这么直接生切 淋上一点点的食物油 一点点盐 再加上一点点的调味料 直接生吃 他们认为非常美好 这是不是有一些像日本的刺身 对 它和日本的撒西米有些类似 不过呢 日本是海洋国家 生鱼片 选的更多的是海鱼 当然 日本最早的生鱼片也不是海鱼 而是鲤鱼 现在 他们吃的更多的是海鱼 到底是海鱼好吃 还是河鱼好吃 其实中国人争论了上千年的时间 直到二百年前 中国人还认为 河鱼的味道 要远远优于海鱼 这是和中国历史上 长时间的封海有关 中国是个陆地民族 那么陆地上的食材 永远会超过海上的食材 在中国的宋代 也就是离今天一千年之前 中国有一个著名的人物 叫苏东坡 他在做官的时候 被贬到了中国南部的一个海岛 叫海南岛 他写了很多的诗歌 其中有一首诗 就专门地抱怨 海南吃不到河鱼 天天吃这种深海鱼 哎呀 简直是太痛苦 如果放在今天看 那真是一个有趣的事情 关于河鱼和海鱼 哪一个更好吃 今天的中国人 答案也不是相同的 有一部分人认为 海鱼污染小 肉更加肥嫩 河鱼有不友好的味道 所以他们会倾向于吃海鱼 但是真正的中国的老韬 他们更喜欢吃河鱼 而且不同的地方 有不同的河鱼 比如说拿中国的长江来说 它的上游 可以吃到亚鱼 退丘鱼 到它的中游 人们会吃翘嘴白 或者是回鱼 到了下游 更有著名的长江三鲜 也就是河豚 刀鱼和石鱼 由于时代的原因 现在石鱼几乎都已经吃不到 刀鱼也已经进步了 但是这两种中国人 认为最美好的鱼 还有一个什么样的 共同的特点呢 刺多 刚才说了 中国的主人 在宴请外国人的时候 喜欢给他做松鼠鲑鱼 一方面是考虑到外国人的感受 另外一方面 中国人特别的喜欢替客人着想 他认为可能复杂的鱼 外国人胜任不了 他们自己是要吃刺多的鱼 他们会认为味道决定一切 刺多一点没有关系 甚至刺不多的鱼 中国人也会把它分开来烹饪 最高级的 他们会吃鱼头 鱼尾或者是肚糖 刺多的部分 那么烧中段 一般是比较便宜的菜 这恰恰 说明了中国人 在吃上面 不怕麻烦 一定要追求鲜美的味道 回到我们说的松鼠鲑鱼 如果你喜欢上了松鼠鲑鱼 说明你刚刚打开 中餐大门的门缝 不同的鱼 其实要有不同的烹饪方法 中餐的烹饪里 有三大秘诀 分别是刀工 火候和调味 中国人对味道的选择 也有地理性的差异 一般来说 中国人的规律是 南甜 北咸 东辣 西酸 像松鼠鲑鱼这样的调味 其实出现的相对非常晚 酸甜的口味 糖来提供甜 而酸是由米醋 或者香醋来提供的 中国人的醋和西方人的醋 有点不一样 一般不会是用水果醋 或者是水果发酵的醋 他们一般使用的是 谷物发酵做成的醋 有更加复杂的复合味道 比如四川人要吃豆瓣鱼 除了火候掌握的特别好 外皮要焦酥 里面才刚刚断生 贴近骨头的地方甚至还有点血迹 但是它同时又要特别入味 要用炒熟的豆瓣和醋和酱油 一起烹烧 大家看 一条鱼 中国人吃了几千年 也吃出了非常多的花样 回到我们开头的菜 即便是桂鱼 中国人也有非常多的吃法 在淮阳菜里 桂鱼适合清蒸 也适合红烧 清蒸就是把它直接放在锅上 用蒸汽把它吹熟 中国也是最早使用蒸汽的民族 我们说烹饪永远是水和火的艺术 那中国人是最早善于利用水的民族 另外一种叫红烧 那么就要用到中国的酱油 要把它烧的有焦糖的颜色 让它看起来让人更有食欲 在安徽 桂鱼还有更复杂的做法 人们会把桂鱼用盐轻轻地腌制 腌制是为了让它不腐败 让它轻轻地发酵 发酵后的烟鲜桂鱼 被中国的食客俗称为臭桂鱼 有非常美妙的蒜瓣肉 鸡里清晰 肉质粉红 入口特别顺滑 有别样的鲜味 臭桂鱼腌制好以后 鱼的表面略成这个铜绿色 鱼腮是发红的 你闻起来臭 但吃起来很香 桂鱼是中国独有的淡水鱼之一 柬埔智慧的晖州人 则发明了用腌制和发酵 这两种方法 来再次制造美味的魔法 你用筷子把这个鱼肉剥开 它里面的鱼肉是成刷棒状的 一片一片的 很细论 很宣美的 不过 对于中国以外的人来说 它闻上去有一种不友好的气味 那么为什么会吃这种 看上去已经腐败了的鱼呢 要真正了解它 你可能要懂汉字 在汉字里有一种更高级的味道 描述发酵能够形成的大量氨基酸 叫做鲜 也就是五麻米 它的偏旁就是由鱼构成的 这道菜 我们不仅仅知道了松鼠桂鱼 也知道了中国人吃鱼的习惯 如果用我的话来形容 我们讲了一条从中国远古由来的鱼 松鼠桂鱼让你打开了中餐的一点点大门 让你了解了中餐的冰山一角 接下来我们继续说